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 三倍券的行動支付首選推薦 哈囉我是徐妮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通勤族的正行券行動支付搭配首選推薦 其實前陣子我已經拍過很多支有關於正行券的影片推薦了 但是因為信用卡或者是行動支付 他們的綁定其實每一間的規則都不太一樣 而且說實在其實有一點點複雜 所以今天就想要來跟你們分享 如果說你今天想要搭配行動支付的話 選擇哪一個回饋會最大化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正行券的加碼優惠 前陣子真的是吵得沸沸揚揚 那我也有一直拍影片來跟大家分享以及統整 那如果說你想要知道各種不一樣的綁定方法 以及回饋的內容的話 我之前有拍過影片 我會把影片放在上面 大家記得點開觀看喔 今天主要就是來跟大家分享非紙本的正行券 也就是行動支付的部分啦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本支影片的跟店 那就是我的悠遊婦啦 那悠遊婦呢 其實在我之前拍行動支付三倍券的分享的時候 在那個時候就覺得悠遊婦的回饋 算是一個還蠻不錯的選擇 那想不到他們之後就來找我合作 我覺得還蠻開心的 你今天的正行券呢 如果要綁定悠遊婦 消費的已經滿3000塊的話 前一萬名呢 你就可以想要著牛里的200元 那前兩萬名呢 你可以想要達成里的300元 所以如果說你是前一萬名的達成者的話 你一共呢就可以想要500元的現金回饋 那再加上三倍券呢 他本身給2000塊 你最高就可以想要2500元的現金回饋喔 因為這一次呢 行動支付的綁定 他是可以隨時更動的 但是呢 你今天只要一更動的話 他的回饋呢 就是會重新計算 所以呢 你就會比較沒有辦法即時的知道 自己是不是在這個名額裡面 但是呢 如果說你今天想要回饋全拿的話 你當然要越早累積消費滿額 你才越有機會可以拿到全額的回饋喔 那如果說啊 你今天綁定悠遊婦的話 幾乎呢 是所有的交通都可以累積消費的 不管你今天想要搭乘公車 捷運 或者是U-bike 重點是 你今天購買1280的月票 也是算在累積消費的範圍裡面的 那之前就有跟大家分享過 如果說你今天是綁定行動支付的話 政府呢 別人是會將回饋 直接匯到你的行動支付帳號裡面 也就是說這2000塊 你是可以實際領出來的 因為悠遊婦啊 他有提供轉帳 消費 繳費的功能 所以啊 你今天可以利用轉帳的方式呢 實際把他領出來 我個人覺得啊 這是一個最有效 而且最實用的方法了 就算你今天不領出來 這2000塊 也會永久的在這個悠遊婦裡面 所以你不用擔心 他會在12月31號過後就消失 讓你也可以比較好靈活運用這一筆的回饋喔 如果說你是像我一樣 在消費的時候 可以使用行動支付就不用信用卡 可以用信用卡就不用現金了 我個人認為三倍券啊 綁定悠遊婦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你可以不用擔心實體圈會遺失 也不用擔心他不會找靈的問題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是通勤組 又想要拿到現金回饋的話 其實綁定悠遊婦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 但是目前如果說你今天是想要利用悠遊婦搭車的話 他只有支援Android系統 所以如果說你跟我一樣啊 是iPhone iOS系統的話 可能最近就要再等一等囉 如果說你今天家中有長輩 不太會使用行動支付的話 那我覺得你就可以考慮看看悠遊卡 你今天只要綁定悠遊卡 累積消費滿3000塊的話 前兩萬名就可以想要招鳥裡 100元的現金回饋 而前十萬名呢 你就可以想要達成你200元的現金回饋 所以啊如果說你是前兩萬名的達成者的話 最高你就可以想要2300元的回饋囉 不過重點來了 如果說你今天是涉及在台北市的愛心卡 或者是盡导卡持有人的話 你今天只要累積消費滿3000塊 就可以想要3000元的現金回饋 而且重點是他是不限名額的喔 但是這邊有一點想要提醒大家 如果說你今天是持有盡导卡 或者是愛心卡的人 全拿3000塊的這個加碼回饋呢 跟前面達成你 以及早兩里的優惠呢 是不可以合併使用的喔 如果說你今天也是涉及在台北市的高中值學生的話 如果說你今天是綁定悠遊卡 累積消費滿3000塊的話 台北市呢就會再額外加碼500元的回饋給你 那如果說你今天再下載悠遊富的app 並且再綁定學生證的話 開通之後就可以再額外向有500元的加碼優惠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是涉及在台北市的高中值學生的話 消費累積滿3000塊的話 最高就可以想要3000元的回饋 但是呢優惠卡的回饋就是直接回饋在優惠卡裡面 而優惠富呢則是回饋到行動支付裡面 這兩者的回饋啊 以及消費累積是不可以合併計算的 但是不管是優惠卡或者是優惠富 他都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今天不管是新戶或者是舊戶 都有機會是可以拿到他的加碼回饋的喔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不要再幫我喜歡或訂閱我 記得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每次上線影片喔 想要關注我更多生活動態的話 都歡迎follow我的instagram 或是按讚粉絲專頁 也可以交會員觀看更多獨家資訊 或者是微曝光的問問問話 我是尋利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噗 其實我自己個人認為優惠富 真的算是一個還蠻不錯的選擇 雖然有些人會覺得 他好像只有在台北市比較方便 但是當然如果說你今天是涉及在台北市的話 其實優惠富絕對是一個行動支付的首選 因為呢他是通通都可以拿到現金的 而且呢重點是他不限行救護 因為我自己個人是真的非常喜歡現金回饋 而且他是真的私事在在可以拿到錢 所以如果說你是跟我一樣愛好現金回饋的話 其實優惠富啊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我覺得如果說你今天是涉及在台北市 你是愛心卡或者是進老卡 甚至是學生高中的學生的話 其實優惠卡真的是一個最棒的選擇 滿3000回饋3000 就是這3000塊也都不需要花錢 所以如果說你是涉及在台北市 並且符合資格的話 優惠卡就是一個還蠻不錯的選擇囉